江志瑜,第二節,正經揭露,你想講什麼? 大家update一下,不如看看市場是什麼環境 即是講到,加息美國很認真,縮表他們都很認真 市場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即時反應呢? 我們先看看香港股市 這張香港股市幅圖,其實有時金融市場就炸傻罷懵 上兩個星期都講了,全球市場根本就在做一個大型的底部 大型的頂部,應該是這樣講的,頂部 江武升平,大家都很開心,大戶才可以將那些股票,他不要那些股票給大家 加息縮表始終去到一點,就對資產市場有影響 但問題是去到哪一點呢?一路走一路看大家 這個是恆生指數的幅圖,你看到這個RSI去到很高 這裏也是去到比較高的位,其實就是由去年的12月開始升 就在這裏升到現在,已經升了半年了 起步是21,600點,現在是25,000多,起碼都有4千點的波幅 你看回之前的大時代都是去到這頂部 之前的頂部都是RSI到這裏差不多 其實大家要玩時玩,要小心一點,開始要 那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H股指數 H股指數,H股指數反而這幾個星期跌下來 雖然沒有什麼表現,很明顯 對呀,不理想,其實不是很理想,H股指數 當然今天升了,升了一點,來到這裏倒 不是很理想,那究竟,大家思考一下 究竟H股指數最終跟恆生指數上,再追回 還是說恆生指數就下來了,H指數就破底了 會令大家很失望,如果走第二個劇本就 接下來有MSCI指數,星期三,即是星期四 香港凌晨就會公佈,何子江你怎樣看 有沒有機會 無所謂啦,我覺得香港股市全部都是H股 全部H股,大陸股有關的,其實中國要拿錢 經香港都可以拿到的啦 現在這個就是說,就是將一個A股 那你大陸的錢,那些外國的錢入A股 我想進去中國,買A股,其實都不是 都是經過這麼多重關卡,不是那麼方便的 現在這麼說呢,他就說,MSCI就說 我會立日A股入MSCI的話,一定要經濟深港通和湖港通 不經不做,那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知道那個機制的嘛,實質上 都是外幣,港幣,買完了A股 在那個機制裏面馬上轉人民幣,賣走 賣出來的那些人民幣,馬上變回外幣 這樣去的嘛 那就是,就算開,我想對世界影響不少 這個階段可能對世界不大 因為其實,中國現在政治上都很忙啦 那其實,外國人入A股 始終他都是有些戒懷,究竟 他們在A股那裏能夠拿到多少股份 拿到多少權 他們怕也都不夠自由出入 沒錯啦 所以這件事談不成數就很難大搞啊 就是,深港東和湖港通的確是一個金融基建 去,令到他們可以比較保證地買完A股 不過,A股這個,別人的莊家股 其實是外國人看到的嘛 是,即是你不給外國人拿一點的話 那人家,難道進來,給你拖嗎 是不是 即是那樣東西 一進來就給你拖,你要裝 人家是自訂的 是啦,所以大家兩個慢慢談 炒歸炒,短期 即是動到,但買10.幾% 沒錯啦 浪費氣啦 即是,是不是會令到市場那麼興奮呢 所以,大家聰明了 即是,玩時玩啊 即是,有理論就吃 有理論就吃 那,我們的港股的主角700 OK 你看到700已經開始打橫行的了 在這個波幅裏面 那,最終究竟 向上,再上一層樓推動港股 還是,來到這裡,下人止步向下墜呢 那,大家就要相當留意 因為,700是直接影響到恒生指數的波幅 那,你看回牛熊症呢,就很特別了 那,這方牛熊症呢,代表了什麼呢 牛熊症呢,很多時候買賣代表到大家散戶呢 那個想法啦 那,你看到那個牛熊症呢 那,現在現在指數呢 在25626啦 那,今天升了200點 即是25800那邊 那,就上來這裡啦 那,你看到每一邊呢 這裡是紅症下面的牛症呢 每一邊呢,過一千張才有效的 才有效的 那,四百多這些太少啦 那,五六百太少啦 即是,現在變成呢,其實散戶呢 都不是很肯定究竟 買上好還是買下好啊 那,變成兩個大分平 那,變成了市場呢 的上落就未必看散戶怎樣落搭 就看它自己啦 那,就看看美股,美國股票 那,這堆呢,就是那些科技股 那,炒得最出名啦 那,這個呢,就是那些科技股指數 那,這個呢,就是那些科技股指數 那,你見它呢 上兩個星期未以息前 它已經由高位那邊倒下來的 那,OK 那,大家呢,就要 比較小心啦,因為 科技股本身在美國來說是主角來的 那,如果美國的科技股不行呢 那,其實 對美股的調整可能出現的了 那,現水平呢,就不應該再跌下去了 再跌下去就是那個 調整會出現了 那,你見到就是, 那,正到無論的 Apple那才算啦 那,人人都想,就是無論Apple的手機 無論股票,很多人都喜歡啦 那,這樣 那,都 急跌了,出現了急跌了 那,PiMaterials 這個就,跟著出名的 Amazon,Amazon也是這樣啦 是的,阿里巴巴呢,就做了個高位之後 那,跟著呢 我看先拿,Facebook 又是類似這種情況啦 Google也是 那,這些圖呢,就有點險情的 那,就是說,它沒有什麼特別負面的消息 那,純粹是,那個 那個,那,那個 那,那科技股去到...創新高之後 那些是,很自然的獲利盆 那,要是那樣的 就是,它一去到那裡,都不管你很醜 即是沒有消息自己, 像春光雅自己自訂 因為今次美股升市最豬由幾隻大的科技股大動 例如Microsoft、Apple、Amazon、Google、Facebook 有不同類型的科技股, 例如Apple、Microsoft 這些是很多現金的 夢幻的Amazon有些, 即是無分貴賤 去到那裏就齊齊隊 這些究竟是短期的波幅 純粹是普通的獲利, 等幾個月再施破頂 還是這個位置, 未來的日子會再跌下去 再跌下去就危險了, 那個調整會出現 始終縮表都是一個消息 之前就已經做了, 即是未認識就已經做了 這樣就強調, 現在市場正在做頂 手上面, 如果有股票未升的 那每個狗都會有好日子 那會不會有機會有一天能夠升到你那隻呢 那如果這一層這麼不幸運 你那些大市升完, 你那些不升的時候 這樣就真的想一想 那隻狗是否已經睡了 還是要等下一轉才醒 不過以原則來說, 逢是做頂 其實都不適合大駐買入, 睡身一駐去賭 那希望大家有個Happy Trading 好, 拜拜 到這裏, 拜拜